接著是今天的第二個議題 空間資訊與智慧供應鏈 首先我們邀請光達大學跨領域設立學院 孫日昕院長上臺一言 我們歡迎孫院長 我想我沒有什麼好引言 我就介紹周主任好不好 周主任好耶 周主任他所帶的團隊非常非常的驚人 光是他執行計畫的團隊 就高達180個人 目前政府現在在空間一些防災的工作 非常仰賴他 也在學校的政策之下 他平衡的一家電影公司 目前包含像台塑很多的車隊 這個黑貓財經驗的車隊 在全省這些空間運動的時候 不叫運動叫做行動的時候 大概都在他們的監控之下 我就把時間開為周主任 很謝謝所員長兩位校長 各位局局長 以及今天來自各單位的市長 還有各位專家大家早安 我是逢甲大學 建材神聖中心的主任周天穎 非常高興在這邊 我想逢甲大學以及東海大學這邊 在中央以及在地方的一些協助之下 有這個機會能夠成立一個台灣製造 智慧製造的創新聯盟成立 跟商機的媒合會 那我在這邊也代表 逢甲大學這邊來介紹一下 逢甲大學在這一塊裡面 在過去到現在做過些什麼樣的努力 有什麼樣的事情 或許在這邊可以做一個引言的方式 那同時也可以把我們自己本身的經驗 也希望能夠再獲取一些 今天在做各位專家的一些好的一些經驗 能夠繼續給我們 所以在整個所有的一些契機裡面 我們今天所成立的 這麼一個聯盟的一個方式 實際上也跟著現在政府的 很多一些推動有關 政府在推前瞻的計畫 這裡面跟AI跟Big Data 跟一些無人車無人機幾乎都有關 那智慧城市跟智慧交通 民間怎麼去參與 然後今天有相當多的一些參展的 一些商業界的代表 也配合政府現在目前正在推動 所謂的一個開放資料 怎麼把一些資訊 能夠在以往政府所建置的 很多這些資訊圖層 能夠開放出來 開放出來之後 民間可以善加的使用 那做一個橫向的聯繫 跟一些協作的方式 我們大家都在講 所謂這個未來的世界 是一個到處都是一些 Sensor的一個世界 其實這個事情已經慢慢在發生了 我們的手機現在目前已經離不開了 我們在所有的地方 都是用攝影機的一個方式 這些的Sensor 我們要透過很多的方法 怎麼把這資料能夠傳回來 怎麼樣能夠處理 怎麼樣能夠分析 在過去的時候 去分析這些東西 其實很辛苦 因為每個Sensor之間其實不通的 在早期連一些硬碟 都不是一個知識的標準 很多的接頭不是知識標準 現在逐漸走上所謂的國際性的標準 所以現在很多的資訊 我們可以直接接 我們可以直接連 非常多的一些資訊 我們可以直接去連 所以在國內 現在包含很多的一些資料 政府單位非常多的一些資料 地震的方面有關的 一些土地方面有關 現在正在執行 國土計畫有關 防災的一些有關的一些資訊 這些資訊 現在都透過所謂的開放資料 所謂的雲端服務的一個方式 走到標準化 走到API的方式 也因為這樣 所以有很多的商機 其實從這裡就可以出來了 非常多這些商機 其實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這些所謂的標準的一個合作 的一個方法 怎麼樣去做一個國際性的合作 在過去是非常的難 現在國際性的合作其實越來越容易 因為所有資訊都是標準化 我們現在一個颱風來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各個國家 都在看所有的一個地區 因為彼此之間資料都是互通的 在過去其實這件事沒有辦法去做到 那現在基本上而言 都其實比較容易 所以在我們所謂的一個 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發展 其實就是怎麼樣去把好的這些 前端的一些sensor 那包含中端的一些控制的東西 後端的一些營運的方式 能夠把它完整的連結起來 台中市政府其實這幾年 在這個部分做了非常大的一些努力 那佛法大學這邊 那也包含很多中部地區的一些幾個學校 東海大學中醫大學 都做了非常多一些努力 那佛法大學這邊再做了幾個範例 其中的有一個範例 就是剛剛今天所講 那今天也有在現場也有做一個 參展一個部分 就是天眼的公司 那這個天眼的公司 這是佛法大學這邊 是相當相當早期 就是很早的一個育成公司 那這個育成公司 早期的時候是在 我們佛法大學地理資訊系統 研究中心內部裡面 所在執行的 這樣子的一些專案 那這些專案最主要是 希望能夠服務一些客戶 而這些客戶都是 平常在國道 平常在省道 平常在非常多的地方 所行進的一些危險的一些車輛 或大型的一些運卡車 那現在我什麼方法 我可以及時去同時看到 任何一部車輛 現在目前這個司機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他是不是有超速 那是不是有走在一個正確的地方 是不是有在一個 應該要停留的地方 有沒有停留 他現在目前所在的貨 現在目前是在什麼位置 早期的時候 我們是在做GPS的一個 追蹤的一個方式 像現在而言 不止這些 為什麼 因為IoT 因為物聯網的一個關係 所以現在包含駕駛 在他能夠去 上到這個車之前 他要做血壓 做酒測 因為要知道說 這個駕駛是不是有一個 原來還有一些酒精的反應 那在過去的時候 很多貨運公司 其實有做這個事 可是貨運公司 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往往他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這個駕駛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也用了指紋的辨識 我們也用了人臉的辨識 我們有錄影 所以來確認 就是這位駕駛 因為很多的駕駛的公司 很多一些物流的公司 其實它是一個無人的管理環境 就是駕駛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在過去 並不知道是不是真正 這個駕駛人本身 來做這個事 那我們現在透過這樣的方法 把這些資訊 以前的一個選壓記 一個酒測記 我沒有辦法把這個資料 能夠放出來 我沒有辦法讓另外一個資料庫 能夠接收這個資料 現在透過ILT 透過標準 我所有的這些資訊 我可以跟這個車輛 彼此之間都是相關的 所以司機 必須做完這個事以後 在這車輛附近走一趟 確定每一個輪胎 他的胎壓都正常 然後確定好 他今天所帶的貨 然後這個閘口才會放行 所以像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透過了非常非常多 這裡面的一些sensor怎麼去結合 這一個司機他結合的尾車 是什麼樣的尾車 這個尾車要帶多少的貨 那所有的尾車裡面 什麼樣的貨 送到什麼樣的地方 那尾車怎麼去算 尾車的一些里程 尾車的輪胎 跟司機的一個頭車的一個輪胎 他的保養的一個時間 都是不一樣 所有這些在過去都是用紙張 用人力的方式 現在全部是電腦化 那自動怎麼做合車 如果有一個雙連的一個方式 或這一部車輛 我要必須跟其他車輛做 聯合的一個載送的時候 不同的客戶 不同的貨品 不同的建樹 我怎麼去做到 能夠考慮重量體積 地點距離費率獎金 那怎麼樣讓所有的這些駕駛 能夠很公平的 每一個駕駛大概都有相同的一個方式 他可以去做 不要去超過他的一個負荷能力 那有很多的限制 有些貨物是互斥的 有些路段是限制的 有些車輛有載送的上限 所以我怎麼樣的方式去做一個好的一個合車 透過現在目前所謂的一個 Big Data的一個分析 我們可以非常非常快速 在過去的時候 他們其實每一天 都有好多的人去做人工的一個計算 才能算出隔天 所有的這些司機 幾百個司機送幾萬個貨 應該要怎麼走 才是最佳 先是電腦來媒合 所有電腦來直接來做媒合 我們可以分出來 每一個司機 他大概今天所得到的一個獎金薪資的仇運 幾乎是差不多 那這個司機的表現到底是如何 所以所有的這些派車怎麼去合 怎麼去計算這些的運程 那甚至於現在目前 因為Sensor越來越發達 所以現在目前我們也可以用一些不同的Sensor 放在架座前面 我可以去知道這一個駕駛的這個駕駛 它現在目前臉部的反應是什麼 在過去的時候我們做人臉辨識 我們現在可以去了解說 這一個車線到底狀況是什麼樣 那車道它是不是走在車道裡面 它有沒有偏離 那它有沒有急加速急剎車急轉彎 那有沒有這些危險 像各位您現在所看的這個 都是一個真實的 在真實的一個 在實際上紀錄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朋友在開車的狀況之下 其實他的臉部的表情 我們在Sensor上面就知道 所以會送出一張影像 來通知他的一個經理人 告訴他經理人說 這位駕駛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這個機器本身 我們可以設定 他要去做想的一個動作 還是不要去想的動作 那這位駕駛其實他在看手機 所以當他在看手機的那一刻 其實這張影像已經傳給經理人 所以直接這個機器可以本身來設定 所以是他看一次就傳 看兩次傳還是看三次傳 還是不要傳讓他自己知道 那所有東西我們可以在遠端 直接來控制所有的一些事情 所以像這個司機 他其實在 這是一部客運 實際上他在駕駛的過程之中 其實他覺得這個儀器 一直在警告一些事太煩了 所以他拿了一塊布 很完整的把這個儀器把它遮起來 可是這儀器其實收到的是一個 不正常的一個訊號 所以儀器自動就送了一張這個訊號 去給那個經理 所以經理那邊其實就看到 那他其實也忘了 另外還有一台攝影機在這 也是可以直接的看得到 所以這些都是真實的 所以在我們現在目前這系統上 我們在雲端裡面 可以直接回播什麼地方有異常 而每個異常我可以直接讓電腦 讓電腦去自動截取 這個所謂的異常的狀況 讓電腦去判斥它是異常 而自動截取30秒或是一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可以去 我經理人而言 我可以每一次任何的一個車輛 如果他走完一天的行程之後 我可以讓電腦來告訴我一下 在這段時間之內到底有沒有什麼異常 異常的時候到底是什麼異常 我可以直接看得到 車內部的車外部的所有的影像 這些影像都可以完整的一個紀錄 那我想剛剛所介紹那個就是 方法大學在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這邊 過去這幾年 我們在去年正式 也透過校方正式 spin-off的一家公司 那今天在現場也有做一些展示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在現場這邊再 我們一同來交換一些意見 那另外一個 方法大學這邊在過去這幾年 也在做一個育成一個方式 最主要這一家在做無人飛機的一個發展 無人飛機發展這幾年 其實在國際上甚至在國內裡面 是一個非常非常夯的一個行業 非常多的人都想做無人機 那各位看到無人機滿天在飛 其實滿天在飛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方法大學這邊其實發展無人機已經發展了非常的久 我們做了十幾年的一個時間 我們自己本身我們可以設計 那我們現在不只設計無人機 我們設計反制無人機 因為無人機太多了 我如何可以去做一個反制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善用 方法大學自己本身就有非常多一些設計人才 非常非常多一些設計人才 那我們有很多一些儀器一些設備 我們可以直接把一個反制機的一個方式 我直接用反制機方式 我可以去反操控一些所謂的一個 違規在使用的無人機 我可以讓這無人機強迫它回去 強迫它停止或強迫它下降 那另外發展在這邊 在發展一個農業使用的農業使用的無人機 那我們希望這無人機的方式 也是一個無人的一個控制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所有東西 我在Google的一個map上面 我去控制好我的一個 要去做的一個行程 它可以自動去做農藥、酵素、肥料的噴灑 可以節省非常多人力 可以節省很多的農藥 可以節省很多的一些 其他一些必要性的使用 無人機上面可以在一些 所謂的高光譜的一些攝影機 我可以去看得出來 這個植物體的反應是如何 我可以知道這個植物體有沒有生病 我可以知道這邊的植生的反應是如何 我們可以善用無人機 我們去做所謂的一個智慧程式 所以我們現在利用無人機的方式 我可以去拍一個都市 我可以拍台北 我可以拍台中 那我把這個台北、台中這些都市 我無人機在某一個時間之內 我去拍攝裡以後 包含一些震設、包含一些斜設之後 我可以整體的用big data的一個概念 我很快速在幾個小時之內 我就可以製作出整個這個都市的一個立體建模 變成所有的一些都市的 所有的一些每一棟建築物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這種建築物其實就在中科 那我們在它旁邊這樣走一圈之後 我們用無人機的方式去飛一圈之後 我可以把這上面的很多的建築物 全部把它記錄下來 這是舊的台中市政府 現在目前也是古蹟 所以這些古蹟的方式 我以無人機的方法去飛了以後 我其實可以把這個古蹟 用3D建模的方式 我可以直接把它整個這個建置下來 所以無人機的一些使用性非常多 包含大家這邊 其實也跟台中市政府這邊 也透過我們系 我們學校裡面 環工系的幾位老師 我們一起來合作 我們也跟工研院 我們也跟醫科中心這邊 一起來合作 這些都是跨領域的合作 因為我們想用無人機來去看 PN2.5的一個狀況 PN2.5的資料 現在目前是在地面上 可是實際上真正濃度最高的不在地面 在距離我們的一個平地 大概100-150公尺左右的附近 所以我的一個Sensor 我必須要到這樣的一個高度 我才能夠真正的去量測 最正確的PN2.5的一個值 那這個值怎麼做 我們可以用無人機的方式 我去放在那個位置 那在那個位置裡面去做記錄 但是這個時候 我的這一個Sensor 我就不能太大 我不能太重 我不能太耗電 所以這裡面我們就有非常多 我們要透過工研院 我們要透過一科中心的 透過我們學校 環科系的幾位老師 我們一起來合作 那各自有各自的專長 我們一起來做 我們現在目前也完成了 一個空氣污染 一個偵測的設備 那也包含了很多的一些Sensor 現在目前太陽能板發電的時候 它什麼地方的反應 其實這個地方應該要做維修了 工業區裡面哪些熱能檢測 那現在我們在講熱導的這件事情 所有這些Sensor 我們可以帶不同的Sensor 我們會有不同的一個反應 我可以去接受到 人眼看得到的一些波普反應 我可以接受到 人眼看不到的一些波普的反應 我可以知道整個環境的監測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法 包含一些工業的商業的 一些農業用的使用 我們就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些 所謂的監測的網絡 所以現在目前 放在這邊 其實包含我們育成公司這邊 我們發展無人機 我們發展所謂天眼鏈監控 我們發展所謂大數據的分析 因為在過去的時候 其實單一的公司 它有它的專長 可是現在很多的一些地方 它要的一個Solution 是要把這些專長整合起來 把這個問題要幫我解決 可是解決的問題裡面 已經不是單一的Sensor 已經不是單一的一個公式 就可以算得出來 它是要很多人 很多人 所以今天為什麼有這個聯盟的一個成立 就是希望能夠利用 各家各家的一些專長 能夠利用每一位專家 每家公司的一些專長 我們去用群架的概念 現在其實是一個打群架的觀念 現在已經不是在打一個小的 一個個體戰的一個方式 所以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去結合起來 現在目前都在講Big Data Big Data真正分析裡面 包含資工的 包含統計系的 在過去統計系會覺得 我統計系跟農業有什麼關 我們現在做農業 我們發現我們需要統計系的 我們需要一些專長 我們需要一些老師 它才能告訴我們 過去這些生產 到底是什麼一個情形 我們怎麼去把這些數據 能夠算得出來 我怎麼拿出這些數字的東西出來 所以類似像這些的演算法 很多的東西 其實都跟這部分有關 台灣市政府這幾年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也在做非常大的努力 我們包含我們學校 本身一些交通運輸學系 包括我們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我們也在跟市政府這邊配合 做整個市政府 它的所有這些應變 它的交控裡面 包含交通的淹水的 包含現在空氣的品質的 說的一個好的一個監控環境 而這個監控環境 其實未來是可以設在任何地方 因為現在監控我用手機 我用任何東西 我不是要平常要有人盯著螢幕看 而是有任何狀況的時候 它電腦可以告訴我說 現在目前狀況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有些危險的 有些什麼地方 是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 包含大利之兵在過去 跟台中市政府這邊 做了非常多的合作 我們把整個台中市的一些 所有的資訊 放在一個資料倉書裡面 那市政府的任何一個官員 可以隨時在一個網上 它可以看到任何時期的一個 衛星影像 好像攝影照片 甚至任何時期所要做的一些建設 現在目前這些建設的狀況是如何 而所有的這些資訊 其實不再是 只是一個主機的一個方式 因為現在目前的主機 現在目前的平板 現在目前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智慧型的手機 其實它本身都是一些Sensor 它本身都是一些反應 所以我所有的這些資訊 我可以透過任何一種方法 我可以隨時 我就可以掌握到 隨時我周遭四遭的一個環境 到底是什麼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我們講說 整個聯盟的一個成立 其實就是在過去 在台灣早期發展 包含空間資訊 早期在做很多的建制 現在的重點不再只是做建制 我們把附加價值要做出來 所以我們要有些智慧的方法 就做研發 那我們也要一些服務的一些概念 我們要做行銷 這樣子才能做成一個微校的曲線 所以富華大學這邊其實來配合中央政府 以及地方政府 以及很多的一些學界 商業界一些方式 我們只能做到更open 更分享更溝通 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要做到跨領域的合作 現在目前已經不再是 你知道單一專長 你只有單一的一個Sensor 你只有單一的一個答案 你就可以去走遍天下無敵手 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了 因為你會碰到各種各樣的狀況 你需要很多方面的一些專長 所以放在這邊 其實在這幾年 我想在校方的一些努力之下 也設立了很多的研究中心 放在GIS研究中心 是其中的一個中心 我們在最近這幾年 我們也有一些育神的公司 逐步的在商業界這邊 也造成了很大一些迴響 我們也希望把這樣的經驗 能夠跟大家做一個好的分享 我們同時也希望未來能夠跟 所有今天與會的各位 能夠有更好的一些合作的機會 然後我想以上是 鳳凰大學整個學校裡面 以及地理資訊研究中心 在過去這幾年所做的一些努力 與大家共同的分享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鳳凰大學 周庇寅主任和神日希院院長